嗨 大家好 我是阿莉莎莎 今天我要去看丁 今年呢 我想要嘗試一個就是全新的旅遊方式 這一次呢 我要完全不看價錢旅遊 因為呢 我覺得我過去太被金錢所控制了 不是說我的預算很緊繃 但是過去因為我的影片常常都拍什麼 最貴旅館 或是什麼最貴旅遊之類的主題嘛 限制自己一定要去挑那個最貴的 但是這一次呢 我就想說 我們完全不要被金錢所控制 看看從台北到墾丁兩天一夜 完全就是做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 大概會花多少錢 對 然後這樣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 我真正的品味這樣子 你不覺得以前那種植住最貴旅館的行為 很像普陶的行為嗎 蠻像妳 對啊 所以 這一趟呢 就讓我們 抛去這個金錢的外殼 實現真正的財富自由吧 好 然後這一趟交通方式要怎麼去墾丁呢 就是選最舒服的方式嘛 也不用選什麼最奢華什麼之類的 不用不用不用 我們不是土豪 其實我平常 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就是靠我的助理 可是其實一般人去墾丁應該也是自駕吧 或是坐高鐵到那個左營 然後再租車 我其實也不知道我助理要收我多少錢 所以這樣兩天一夜包車的話是多少錢 因為其實我跟我助理不是那種正職的關係 我們是按鍵記仇的 請出價 4500 其實我覺得這個價錢還算合理啦 因為其實一天包車的話大概也2000以上了吧 喔 我助理真是很佛耶 來 走 這是車上所提供的早餐 喔靠 謝謝 謝謝 你以為你在拍最屌助理那一部嗎 應該是你自己做的 這是馬鈴薯沙拉 然後另外一個鰻山明治 我助理還自己買這種紙 包起來會更有儀式感 然後助理他也會跟我買我最喜歡的咖啡 我最近特愛嬉嬉裡咖啡 好 那這樣早餐的金額 150 好好吃喔 金 你很厲害耶 好 我們現在到墾丁了 就是我來墾丁的時候 我就有跟我經紀人講說 不要讓我遲到價錢 然後我選的就是 帆船石對面的有一間飯店 它叫做什麼 帆船石白日居 有網美在上面拍照的那個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就去住我們的飯店 哇 這真的很漂亮耶 超美的 你看它地板 是那種淺色的木地板 就是很有那種海洋的感覺 然後外面就是 我們剛剛的那個帆船石的海 美到一個不行耶 好漂亮的藍色喔 怎麼會都漂亮 我們還有一個小洋台 你看小洋台就是 帆船石那邊的海景 帆船石在那裡超近的 哇 地址超好 還有一個透明的浴室 我覺得這間超棒的耶 而且我剛剛看 我可以打看的分數是9.4 欸 好喜歡喔 那你猜這間多少錢 之前我住福山最貴飯店的時候 也是海景 一天是2萬多 我猜 1萬2 這樣一間 答案是6000多 那真的假的 然後我這樣訂兩間的話 所以是1萬2 還是1萬2 很便宜耶 很划算耶 幹嘛訂最貴飯店啊 什麼病喔 現在呢 外面那個游泳池很欠泡 我們去泡一下 現在陽光超好的 趕快擦防晒 因為我剛穿牛仔褲 所以我的腳完全沒擦防晒 Let's go 好舒服喔 超享受 酒拿來 這邊需要酒 它那個海浪滔滔 泡在溫泉裡面 風就這樣吹過來 好舒服喔 欸這間我真的推 大推大推大推 好 今天呢 晚餐我來到一間 我的很愛來墾丁的朋友 那個Seline 推薦我說 甲紅居酒屋很棒 所以今天晚餐 我就要去 朋友推薦的 我發誓我發誓我沒say我沒say 我現在都在那裡了啦 我現在住這 還是你們要早上一起抽嘛 反正呢 我就是肯定的行程 我很多都是問她的 掰掰 她就在一個飯店的頂樓 Seline說這一間餐很好吃 酒也蠻好喝 重點是可以看喜養 我們今天要不看價錢對不對 上面都有價錢 怎麼辦 好像在烤飾喔 我的酒來了 很美耶 好喝啊 在舌尖的時候是那種酸酸甜甜的美酒味 到喉嚨的時候會散發出威士忌木桶的清香 好爽真的好喝耶老闆 好吃耶 牛肉條 老闆推的烤五花 他烤的方式很像是把五花肉烤成有點像魷魚絲那種 烤到乾乾脆脆的 老闆特推雞腿盤 他的表皮有點金黃焦焦的 這個是最讚的 謝謝Seline 好爽喔 飯糰跟雞皮 全台第一雞皮 他外面已經烤到脆到像餅乾了 可是你一咬進去一點硬感都沒有 然後立刻進入那個膠質的部分 怎麼那麼厲害啊 而且他外皮不會很油 已經烤到乾乾的 我們已經吃到天黑了 好多菜都已經點到第二輪 好軟的軟絲喔 我們一杯又一杯 好這一間圓滿的結束了 我不知道多少錢 我們吃了兩個小時多 點到就是三個人都吃不下的境界 你猜多少錢 台北腦拿出來的話 3500左右 尤其是叫你有勁 帳單來了 金額是 2640 便宜耶 一個人不到1000塊 早安 我起床了 喔 昨天雖然我跟大家講說 這間很棒很棒什麼的 但是呢 我現在一早起來 我有絕然不同的看法 就是呢 我昨天晚上11點多就睡了 因為我今天早上7點半就要去衝浪 然後你們知道嗎 我從昨天晚上10點到5點半 我中間大概真的只有睡著 兩個小時左右 因為這個地方 它風浪太大 外面有一個遮陽的那個棚 它外面就轟轟轟轟 好現在呢就是要去衝浪了 衝浪的話大家一定要記得 你就是要嘛不要擦防曬 要嘛你就要選那種海洋友善的防曬 然後這次也是完全沒有看價錢 就選了一個就是那個 雅樣的超能防曬 這款防曬跟一般的防曬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呢 它裡面有添加一個雅樣的專利 是可以抗藍光的 台灣的皮膚科醫生也有介紹過的這個專利 市面上大部分的防曬都是抗UVA的 可是呢其實太陽中有非常強烈的藍光 其實會比你的電子產品再強千倍以上 所以這一支是特別可以抗藍光的 而且你看它擠出來呢 是有顏色的 它是為了要抗藍光 所以才會有這個顏色 對我等一下就不上妝 我就只上這個 你們知道哪一句話 可以一秒惹怒皮膚黑底的人嗎 我最討厭最討厭別人跟我說的一句話就是 啊不用擦防曬啦 你都已經那麼黑了 真的很會一秒暴怒耶 你以為我想黑啊 我平常完全沒有在曬太陽 走路兩分鐘到捷運站就會黑的那一支 然後我一開始用這一支的時候呢 我想說它是濃稠的 因為我平常比較喜歡擦那種嘴潤一點的 但是呢其實你要防曬力強的話 還是要有這樣子濃濃稠稠的 它其實一上到皮膚上就不黏了 不會像有一些防曬你擦完之後 會有那種粉粉的 會需要去洗手那種感覺 就很好推開 然後乾的也很快 重點是這一罐它是防水 而且它是海洋友善的 所以呢就可以安心玩水了 教練 看不出來要去哪裡嗎 教練你好強喔 你都不穿鞋子 就比跟臉痠一樣 哈哈 ollut 有出太陽了 看起來要去哪裡 做什麼 看起來要去哪裡 好 耶 走走來 走來 你看起步 看起步 自己要去哪裡 看起步 好 好 漂亮 好 我們衝完浪了 衝浪的店叫做阿菲的店 這一間呢 它的價錢是一個人 2500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便宜 因為我們是整整兩個小時 然後包全部的裝備 然後它還有包拍攝耶 我剛剛以為這樣一對一可能會 四五千之類的 結果 欸 2500 然後你就會覺得 太滑了吧 他們能力都不用錢喔 可是呢 這一間那個阿菲的店 我覺得是偏魔鬼訓練的 或是我剛剛是一對一的關係 所以真的是從頭到尾 我都一直喘 站起來腳都在抖 因為那個站起來很難站 肌肉核心要出力 腳都一直發抖 然後呢 不是說我的飯店很難睡嗎 可是我的經紀人跟助理 他們是住我樓下 他們就說樓下很安靜很好睡 只有我的那邊 因為它有個遮雨棚 所以風吹過來的時候會 跑跑跑跑 好 反正大家要住的話 它景絕對百分之百OK 但是就是一定要帶耳塞 我這一趟來真的屍 超沒帶耳塞 我昨天晚上真的都沒睡耶 然後呢 來肯丁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吃海鮮 對 然後我就查到一間店 叫做陶海人 很多人推薦我 走吧 超餓的超餓的 來 吃飯多魚 來 要贏嗎 我現在吃龍蝦吃螃蟹 我不能問多少錢 對 你不能問 好 愛一隻龍蝦 三人份喔 不要太多 過兩次要投足湯 不好意思 要吃米了 我要那個馬蹄蛤 馬蹄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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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二十幾個那個龍蝦頭 身體要怎麼做 最好吃是怎樣 你吃炒洋蔥蛋 炒洋蔥蛋 沒吃過對不對 沒吃過龍蝦炒洋蔥蛋 為什麼我選這一家呢 因為它Google評分4.4顆星 總共有3450個評論 在恆春這麼小的地方 它的評論數比在台北還多耶 吃不吃 吃啊 來 竹菜來囉 哇 這就是總共的菜 因為剛剛阿姨又招待我們一個生魚片 先來吃剛剛那個阿姨推薦的雨萊菇 哇 很好吃耶 你看一群人在那裡看我 哇 就它很像海菜 但它其實是菌類 很特別很特別 然後馬蹄蛤 它就是用清蒸的 它真的好大喔 好誇張喔 超厚超肥的 它那個湯汁整個在你嘴巴裡面爆開 我們來吃重點了 就是洋蔥炒龍蝦 一般你去吃這種海鮮店 龍蝦它不是都給你清蒸的嗎 可是剛剛這一家就跟我們講說 這個用洋蔥炒蛋最好吃 想必他們是非常的有自信 你看這個龍蝦多大 太好吃了 它清蒸的那種很簡單 這個 你知道它那個肉甜到 你會覺得 它是不是有灑糖的那種地步 超好吃喔 它的肉很鮮很嫩 可是裡面又吸飽洋蔥蛋的汁 這汁有點像是那種親子凍的味道 怎麼很好吃 這個真的很誇張耶 這麼大我覺得好奢侈喔 這一餐一定一個人1500以上吧 好吃好吃 真的好好吃 而且我覺得衝浪來 你車從 地獄到天堂 好現在吃完了 這家好吃 龍蝦炒蛋必點 好飽喔 因為我們點的有點稍微太多了 我猜一個人1500所以是4500 接下來 那是這樣子3280 謝謝你 3280而已耶 欸一個人才1000塊 現在呢我們吃完那個海鮮 想說 我今天竟然還沒喝咖啡耶 然後我有查到一間 廚師好像是什麼法國藍帶什麼鬼的 叫做默默的甜 來去吃吃看 好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墾丁家要吃的最後一餐啦 這是什麼巴斯克蛋糕嗎 來囉 有藍帶的感覺 就是很濃郁的乳酪蛋糕 然後他乳酪蛋糕有點半熟的感覺 我覺得他叫做默默很甜嘛 然後這個是默默太甜 好不然你吃吃看戚風蛋糕 我很喜歡吃戚風蛋糕 戚風蛋糕通常他的奶油都超香的 嗯 我比較喜歡這個 戚風好吃 喔好險有點對 好險有點對 喔好吃 爽 那我為什麼比較喜歡戚風蛋糕呢 因為我覺得戚風蛋糕它的甜味是剛剛好 奶油是那種比較沒甜味的奶油 蛋糕體也不會很甜 上面又淋那個焦糖醬 我就覺得有層次感 就是有不甜的東西配甜的東西 我認真跟你們說 就是我有很嚴重的咖啡成癮症 我如果一天只要不喝咖啡的話 我是可以從早上起床就睡到晚上 它咖啡很特別耶 它是最濃的精華 全部都在最上層的那個泡沫裡面 很苦很濃很濃 有那種燒焦的焦香 欸我的經紀人還有我的助理兩個人 他們各外帶一個那個半熟巴斯克 有這麼愛啊 我覺得很好吃啊 我覺得口感脆 我覺得它真的很濃 而且我回台北好像吃不到還是現在 好我們現在呢 結束我們的肯定型了 耶 大家覺得有沒有很好玩 有 有 有默契一點嗎 不是大家都覺得很好玩嗎 好玩 你有沒有覺得我真的超級 我是行程達人 只要跟著我的行程 我基本上完全是不會錯的 我自己還蠻喜歡那間海景民宿的 因為對我覺得它其實裡面蠻有Sense的 真的就是我覺得那間進去的感覺 新輪就被打開了這樣 Open 我也是喜歡民宿 因為我覺得它的民宿 乾乾淨淨而且空間很大 那你最喜歡哪一個行程 說真的我都很喜歡耶 就是沒有一個我覺得是可以少的 住宿我覺得下次還是會去住那間 不住的那間房就好 然後那個居酒屋我覺得也超讚的 它那個烤物啊還有酒都讚到不行 而且重點是不貴 這一趟來墾丁其實消費真的都不貴 雖然之前有耳聞說什麼墾丁大街很貴之類的 但可能我們沒有去墾丁大街吧 所以價錢都超合理的 比台北便宜蠻多 DP值最高的話真的就是衝浪 那你覺得你有變黑嗎? 你覺得我有嗎?我看不到啊 我覺得你沒有變黑 真的假的 臉真的看不出來是剛剛衝浪兩個小時之後的臉對不對 這一趟來我真的真心覺得我好像跟原本差不多 原本就偏黑 但是沒有變得更黑了耶 怎麼可能衝浪沒有變黑啊 我真心覺得它蠻厲害的耶 就是雅樣的超能防曬 我臉是完全沒有曬黑的狀態 然後也完全沒有那種曬完之後會熱熱紅紅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的皮膚是一個好像沒有曬過一樣的感覺 好那大家最關心的就是我們這一趟墾丁青奢之旅的 花費是多少錢呢?答案就是 25000台幣左右三個人 所以這樣分起來大概一個人8000多 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小貴 但是我會覺得說我們這一趟會有點小貴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少了一個人 因為你看我們住的房間都是雙人房 所以就有一個人會睡到那個單人房 那就虧了嘛 然後還有我們吃海鮮的時候會想要多點幾道啊 去居酒屋的時候也想要多點一些酒之類的 所以都花了稍微多一點點的錢 我覺得如果大家一般是四個人來的話 應該也會是我們這個價錢 就是25000然後除以4 所以一個人呢兩天一夜的墾丁青奢之旅 大概是6000台幣左右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來墾丁玩的話 就可以跟我這次的行程 我真的覺得一切都安排的完美 大家也可以只要你下水或是夏天要出門 一定要擦這個雅漾超能防曬 它真的好厲害喔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請按下面的訂閱 然後也可以去follow我的IG 大家再見掰掰